小米聊天 和大家聊天 這幾天 當時登年一定會講羅家英 現在有人叫羅家英哥 說說他去拜完英的英女王 悼念英女王 去告完工之後 轉頭就得罪了內地的人民 立即迅速道歉 然後就讀了一段這樣的說話 我免得把這段影片放出來 因為這段影片讀得不好 大家好 我是中國演員羅家英 作為公眾人物 發表了未經深思熟慮的悼念之詞 我感到非常抱歉 願意指示表達對老人家的懷冕別無他意 請大家不要過份解讀 數點亡中 我真是做不到 我長期持有中國護照 說明一切 我是中國人 我永遠愛我的祖國 對不起 這段影片就是來自羅家英說的 當然你說羅家英適合遇錯 我不知道我現在還有什麼前途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 第一肯定是她太太 姐姐 我想她不是共產黨成員 我也不太相信 因為是我小時候做了人大政協 那麼多年有沒有入黨 你們自己想 可能她太太有些壓力 可能當日沒有見過王明傳她 但是羅家英適合遇錯 如果你為了自己前途 是沒有錯的 當然我不知道還有人找她拍戲 可能也有的 她可能上大陸都可以抖一下骨 開關之後 這個不是我抽稅 有些人突然會流這些言 當然她的中主特骨不是我今天要講的目的 我只是這麼說 她沒有說錯 在呂王被任下是成為人間 這是事實 尤其是她做粵劇 為什麼呢 她49年下來 剛剛那時候國民黨輸了 成為新中國 她爸爸帶她下來 然後又開雞場 她也很肯定 我沒有記錯 當然我不知道遺跡有沒有錯 她說她小時候 對中國歷史很有興趣 然後又學粵劇 老實說 阿佳英哥 你真的掃點亡組 如果不是有英女王管治的香港 你今天有沒有大戲成就 即是學大戲 這個粵劇 你有沒有成就我成二文 我不是隨便講 你講一下唐客哥 她的唐客哥叫羅家寶 我想她的伎倆 未必在羅家英之下 這個羅家寶我覺得很帥 我看她年輕的照片 這個羅家寶曾經什麼 生於1930年 現在不死都92歲 你記住 她1966年 1966年 這個粵劇界 那時候高峰 就被人文革 被人打了下去 那些奴教場所 一初到八年 接著到1978年 浪費了十二年時間 才得到平反 從此又再重返粵劇 浪費了十二年江陰 接著 我坦白說已經過了十二年 初陀十二年歲月 她的唐客哥 羅家寶 接著 1988年 打後 就是1978年 回去重返 接著 羅家寶 是不是再巔峰 已經不是了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大家也知道 強如紅線女 文國菲 你看看 很多人都說 因為這個事端 由羅雄線女 搞 這些沒有政治 看過 馬丁勝本書 也沒有說這些 當我們亂吹 可能網上那些 都是作出來的新聞 但是 羅家寶 在這個 百度百科都這麼說 她是66年 這個國內 說66年 英文革問題 她就被下放了 32年 江陰 我問一下 家英 如果當日 你46年出生 一世 你唐客哥 就16年 你49年到66年 即17歲 正直壯年 學粵劇 你 老實說 如果羅家寶 你覺得羅家英 會不會在國內 現在 有沒有到今天 這麼厲害 成為大老官 不會 加上 你也知道 尤其是香港 粵劇界 你也知道 真心說 很多粵劇 大老官有些 有些不良嗜好 你猜 國內的人 你猜全部都在哪裏 不敢打把 也不用再做大戲 還有一段時間 只能繼續洋版戲 紅色梁子君 白毛女 智翠威虎山 合不合你 家英哥做 老實說 你今天 講這些 全部 你想想 你為求撈而撈 當然我不相信 家英哥 你也是被迫的 可能你老婆回去炸你 扔你 可能我是黨成員 你說這些話 你要通知 但是羅家 他第一句 我以第一句 第一次出來 那句為真實 因為他沒有錯 如果不是有 英國統治之下 這麼百花齊放 夜晚 又太平 又高升 能不能夠 能夠得以 可以迅速 可以在香港 這麼普及化 你認為你在國內 49年新中國之後 你們這些粵劇人士 我不要說 你可不可以做大老官 請解答 你不死 你不死 還要撿身彩 還要撿身彩 還要大老官 這麼厲害 還要任白 新馬仔 你信不信就可以了 就是因為那個年代 你說他不管你也好 開放也好 大家看不到 就是 粵劇只是一個地方的 謊言的劇種 香港就有你了 如果你有新中國統治 你認為還有沒有粵劇 那些所謂的一代敬人 何非凡 新馬斯僧 這些 你猜那個收場是怎樣 還有那些 即是有不良嗜好 那些 你猜國內 你猜什麼收場 對吧 即有時候你說 你說掃點黃中 你想回新中國 我想請問 1976年 應該是佳英哥20歲 毛澤東死的時候 你在哪裡 你有沒有試圖 回國內 痛哭流涕去獻花 鄧小平1997年死 那時候應該是佳英哥 41歲 應該是正直壯年 1997年 不知道和阿姐 開始做粵劇 不知道 你知道我認識羅家英 那時候是李寶瑩 好像李寶瑩是女朋友 來的 做粵劇 那後來才轉太 喜歡阿姐 但是沒有所謂 愛情一點 我們認識個團隊 41歲的時候 鄧小平死的時候 你又娶過什麼 那時候還沒回歸 鄧小平死的時候還沒回歸 我們小平同志死的時候 這個 羅家英 娶泰是什麼 有沒有人告訴我 是嗎 對於你 你心目中 當然不會說真話 你的堂阿哥 羅家寶這麼厲害 你在國內得到那個遭遇 你認為是粉粉不平 還是他死有餘辜 你敢說真心話 不敢的 現在你老婆 阿姐我尊重她 因為阿姐我欣賞她 她從來沒有轉太 她就是那個科 她就是那個科 她不會乃 乃台灣 所以她拍戲很少 拍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十套八套 也不知道沒有 我小時候記得她拍很少的戲 因為她的戲很快已經不上去台灣 那時候台灣的大市場 不是現在的國內 所以阿姐拍很少電影 但是阿姐 又不會因為這樣 而說乃乃乃乃 所以阿姐 就算她是黨員 我也尊重她 因為她 她不會左右逢源 她不會自己 她沒有子女 但是我相信 阿姐 就算有子女 她也未必會送她去外國 我猜是這樣的 因為她以前 她當紅 她不會因為 我這麼肯跟我兒子 在台灣 搞粗東西 會不會這樣 很快就答應 就是人大政協 汪政協 很厲害 接著她又做粵劇發展 你想一想 粵劇是因為香港這個特殊環境 才能夠得意 可以有得萌芽生長 如果你在國內 一早不屌 老實說 死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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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樓就跳樓 你不相信 你看驚奇那些 就知道 不相信 看蔣贏和的寧人往事 你看看這些書 這些是歷史 有了引證 但當然我說 家英哥 你說完就算了 不用道歉 最多以後不回大學 但為何都怕她 可能阿姐會給你壓力 如果阿姐不給你壓力 我想不到第二個原因 老實說 你七十多歲的人 四六年出生 今年都七十六歲 又試過大病 你說掃點亡中 老實說 你老爸當年到你成長的時候 為何不回大陸 為大陸出一分力 香港受資本主義的分途 毒害 大部分人 香港現在最痛苦的人 就是 不能夠說真話 你不可以不出聲 老實說 阿姐應該最多 就是做十套八套戲 我給你一百萬 你不玩一千萬 不知道你值不值一百萬 我當你玩一千萬 但是找得其不其所 老實說 問問你唐大佬羅家寶 就是你牛棚 你幹校的遭遇 你玩一百萬 那是十二年 青春 運運了八年 七八年才平反 才可以做粵劇 生十二年江陰 人生最寶貴是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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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一下這些事情 想過 所以你才覺得 英女王的珍貴 在殖民地下 粵劇才可以生長 如果不是我說真的 粵劇那些大佬官 有戀的大佬官嗎 香港 就是 牙刺刺沒有用的 有時這些事情 你看完整 是這個殖民地下 才可以 令這些所謂 劇總絲民拿生長 因為不理你 是吧 有些人吃鴉片 就有你吃 如果你說新中國 這麼累累風行 那些大佬官 那些大佬官 那些賊賊 是吧 所以你 家英哥算數 你七十幾歲 我又不會像網民遷就你 是吧 但是你從此 對於香港人 心目中 你都是一個膽小如鼠的人 就是牙刺刺 學那些拜華光祖師 又如何 是吧 錢又賺不完 又不用這麼害怕 是吧 如果你害怕的 你四六年 你四九年 你爸爸不會走 然後還去頂領 開龍場 剛剛 有時這些事情 前層歷史做過 騙不到人 是吧 是吧 我不怪你 你老婆是阿姐 是吧 免得加草屋幣 是吧 我也明白的 我不怪你 因為 我看你的製作都會很少 是吧 都會同情你 是吧 無所謂的 我沒有網民這麼激動 不過有時候 夜蘭人情的時候 你想想你 你唐大哥的遭遇 想想 粵劇的成長 關國內的我們祖國的福音 還是殖民地的管治 能夠粵劇今天得以成長 好了 小米聊天就講到這裏 那接下來 又講一下小米聊天